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传统的中国对于婚姻的关系 一般都很注重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就是父母爱子女 另外我们也是知道 有一些男女要相爱 婚姻是永久的 一般的这方面是跟我们相同 不过以前有一些不正确的地方 跟我们圣经教会殉道的 有很大的距离 就是有的时候他们一夫多妻 这个我们说不行 不过今天慢慢都少了 没有没有这样的 在民国以后了 慢慢这一点 跟因为可能我们中国文化 跟国际的文化 互相交流了以后 他们也明白了 所以这个慢慢没有了 这个在基本上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 在中国文化里面 关于家庭 婚姻各方面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 就是那个婚姻不能扯上 因为他现在是遇到新的问题 我说是 比如现在很多人就诚实化了 现在很多人都跑到城市去 工作 家庭分开 慢慢的那个家庭 有的时候 感情 夫妻的关系 感情慢慢淡薄了 他们就对于那个婚姻的观念 慢慢很冷薄了 就是这样 再次离婚 结婚 结果我们就是 今天需要特别的 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当时不鼓励了 绝对 这样 但是另外一方面 所以听听大家在主教 这个大会里面 大家听听大家的宝贵意见 这次我也是上一次所说的 这次会议只是准备 大家提出问题 意见 以后明年的那个主教大会里面 才定趋一些具体的 那个牧民计划